我知道不少夫妻一生至少会拍两次婚纱 但同一对夫妻却可以结婚66次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对英国夫妇三年来开着露营车到处旅行 每到一个国家就尝试当地的婚礼 前阵子才刚在巴基斯坦举行第66次结婚仪式 那里的结婚习俗是什么样呢? 马上来看看 英国夫妇亚历克斯·佩林和丽莎·甘特 5月在巴基斯坦卡拉茨举行第66次的结婚仪式 在巴基斯坦的婚礼中 房子以玫瑰和金盏花装饰 并有传统音乐家演奏 跟当地的传统新娘一样 丽莎在美容沙龙花了近5小时之后来到会场 亚历克斯由一群男性宾客促勇着 在舞蹈及欢呼声中抵达 很浮沉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出现 这些结婚非常有专业 甚至65次的婚礼 这些结婚非常有专业 我们感到幸福和幸福 非常欢迎 享受了一个很棒的经验 他们开着露营车旅行 甘特说很高兴将巴基斯坦纳入行程 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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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会去印度和其他地方 但我们很幸福我们来到这里 2011年 亚历克斯和丽莎决定停下工作 专注于生活 在全球各个不同的社会举办结婚仪式 他们在部落格写下旅途典笛 他们第一次的结婚典礼 举行在英国家乡笛茨伯利 之后又到了像是摩洛哥 特兰西瓦尼亚和拉斯维加斯等地 现在则是到了巴基斯坦 旅程结束时 他们打算挑出最喜欢的地方 回到那里再正式结尾连礼 只能说先生女士 你们也太闲了吧 不过这对夫妇原本要前往印度 和之后的计划 可能会遇到阻碍 根据他们在脸书的讯息 三年来走过12万公里 50多个国家及66场婚礼 但小明配机的车子 在巴基斯坦坏了 无法修复 他们现在很疑惑 该结束这一切或是继续下去 各位看官 我们也只好跟着观察下去了 谢谢大家